听到蓝望鸡的这句话,魏无羡有些疑惑,因为这两个字从蓝望鸡的口中说出,感觉不像是小孩子,魏无羡激动地抓住蓝望鸡的双臂,蓝战,你是不是好了? 蓝望鸡却又听不懂魏无羡在说什么,笑着摇摇头,自顾自地玩着手中的兔子。 魏无羡在一旁若有所思,发现蓝望鸡的确有些奇怪,不管是画画像,还是抓兔子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,似乎都是当年魏无羡做过的事。 又或者说,当年魏无羡在做这些事的时候,蓝望鸡其实是很欢喜的,只不过从未表达出来,如今一股脑的都做了。 在蓝望鸡的心底,到底有什么是魏无羡所不知道的?蓝望鸡又是不是真的记忆有损? 这一切的一切,都让魏无羡觉得蓝望鸡肯定有自己不知道的事。 发现蓝望鸡的端倪后,魏无羡开始回想蓝望鸡受伤的事。 当时蓝望鸡为了给自己找咸灵草而受伤并且耗损过大,当日也只知道蓝望鸡是吐出了玉姬很久的血污, 但是到底是哪里受伤了?怎么受伤了?魏无羡都一无所知。 找不到原因就很难找到治疗的方法。 想到这里,魏无羡又抬头看了一眼蓝望鸡,此时此刻的他必须要知道蓝望鸡是怎么受伤的, 唯一可行的办法,那就是共情。 共情是有一定危险性的,这一点魏无羡比任何人都知道, 可是现在为了蓝望鸡,不得不这样做。 为了确保蓝望鸡的绝对安全,魏无羡把蓝启仁和蓝溪沉请到了静视。 在听到了魏无羡准备和蓝望鸡共情的那一刻,蓝启仁和蓝溪沉都是震惊的。 蓝溪沉有些迟疑,无羡,可是魏无羡并没有丝毫的迟疑, 对着蓝溪沉重重地点了点头。 蓝启仁和蓝溪沉都太清楚魏无羡对于蓝望鸡来说意味着什么。 在魏无羡消失的那十六年里,蓝望鸡是怎么过的,他们都看在眼里。 而对于魏无羡来说,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,对彼此永远都是只多不少的。 蓝启仁轻叹着,没有再说一句话,魏无羡将将式的清心灵交给蓝溪沉, 再由蓝启仁坐镇确保蓝望鸡的安全,也只有这样,魏无羡才能安心地进入共情。 就这样,魏无羡进入了共情状态。 在共情室时候,魏无羡是能够感受到蓝望鸡的心境的。 蓝望鸡在极北极寒之地四处寻找能够救回魏无羡的咸灵草,走了好久都没有找到。 这让蓝望鸡非常害怕,害怕因为自己而让魏无羡再一次身云。 魏无羡真切地感受到了蓝望鸡的那份害怕,在一片迷雾中,蓝望鸡找到了泛着柔光的咸灵草, 可就在蓝望鸡拔起咸灵草的同时,蓝望鸡突然被一股力量击中了心脏。 蓝望鸡确定这才是导致蓝望鸡受伤的根源。 蓝熙尘见魏无羡的状态不好,所以即使摇铃把魏无羡拉了回来, 无羡,无羡,怎么样,你还好吗? 魏无羡喘了口气,蓝站受伤的位置是心脏。 心脏。 蓝熙尘转头看向蓝起人,蓝起人轻叹,闭上了眼睛。 蓝熙尘继而转头看向魏无羡,两个人对视,心中的问题都是一样的。 过了一会儿,蓝熙尘恍然大悟,无羡,或许应该去看一下你离开的那十六年。 在此之前,蓝熙尘曾向魏无羡描述过那时的蓝望鸡, 魏无羡虽然心疼,却没有亲眼看到,又或者说根本想象不到。 魏无羡有些迟疑地看着蓝熙尘,却开始摇头,不,不了。 这一刻的魏无羡内心是抗拒的,当时只是从蓝熙尘口中得知,就已经心颤。 纵然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怡灵老祖,也会有软肋。 对于魏无羡而言,蓝望鸡何尝不是自己的命,之所以两人如今能够无视世俗, 不也正是因为两人心中早已把对方看得无比重要吗? 可是,如果是这样,那魏无羡就依旧没办法对症下药。 魏无羡做了好久的思想斗争,又抬起手去摸了摸蓝望鸡的脸, 往日里雅正端方的韩光君,自己又哪里舍得他一直这样呢? 魏无羡红了眼眶,闭上眼,开始吧。 拦起人的手指微颤,睁眼看向了魏无羡。 魏无羡来到了不夜天,确切地说是当年的不夜天,还是那场乱战, 蓝望鸡在与傀儡打斗时,视线总是放在魏无羡的身上。 和当年一样,魏无羡受伤了,看着眼前的一切,内心只有失望至极这四个字, 就在魏无羡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意识。 蓝望鸡看到众人都在极力对抗鹰虎符,而魏无羡已经没有任何动作。 蓝望鸡马上跑到魏无羡身边,抱起魏无羡遇见走了,可是蓝望鸡受伤了, 没办法带着魏无羡走很远。 蓝望鸡把魏无羡藏进一个山洞里,这是蓝希臣所说的那个山洞。 蓝望鸡小心翼翼地将魏无羡放在一块石头上,魏无羡靠在石壁上, 双目无神,嘴里一直在说着什么。 蓝望鸡一声又一声地喊着魏英,可是魏无羡依旧没有回答。 魏无羡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蓝望鸡当时的心疼。 蓝望鸡拉起魏无羡的手,不停地给魏无羡注入灵力, 害怕魏无羡睡过去,就不停地在和他说话, 魏英,魏英,你看看我,我是蓝湛。 滚。 魏英,我信你,我一直都信你。 滚。 魏英,我心愿你,我一直在,不会让你受伤的。 滚。 魏英,我所说的,句句真心。 滚。 一声声地滚如巨雷打在蓝望鸡的心上,魏无羡也同样感受到了蓝望鸡当时的心痛。 看着蓝望鸡脸上划过的泪痕,原来当时的蓝湛也哭了。 在蓝市长老们找到他们两人时,强行让蓝望鸡交出魏无羡。 蓝望鸡第一次忤逆了蓝起人的命令,不仅没有交出魏无羡,反而祭出了避陈,打伤了蓝市的多名前辈。 魏无羡看着这样的蓝望鸡,心里不知道是应该开心还是难过。 蓝望鸡虽然满身伤痕,却还是把魏无羡送回了乱葬岗,可是魏无羡已经昏昏沉沉,根本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。 蓝望鸡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乱葬岗,遇见回到了云深不知处,跪在归讯时前领罚。